好,大家好,我是中心的資料治療師,我姓葉的 今天最主要是講回自整生活功率,其實講什麼呢? 就是講一些平時我們聽很多的認知障礙症 其實最主要今天就是講一些預防認知障礙症的方法 其實大致上會分三部分 一開始我們就會主要講一下什麼是認知的能力 大概認知的功能會分為哪幾種 中間就會講多一點認知功能退化之後是怎樣 最主要的部分就會講過自整的攻略 一會兒會講其實裡面也會再分五個部分 自整的攻略角度 我們一開始進入正題就看看 我們的腦其實有什麼功能 大家會看到在螢光幕那裡 最主要其實認知障礙症或者以前大家聽說的腦退化症 其實都是影響到哪裡呢? 都是最主要影響我們大腦的功能 你看到這裡有三部分 就是我們的腦其實分很多個部分 大致上我們有大腦、小腦和腦幹 其實最主要認知障礙症 我們都是會影響大腦的功能 以及其實不會影響身體活動這部分 所以最主要其實就是記憶思考 解難的能力和一些情感上的功能 會受到影響 大致上其實認知能力是什麼呢? 我們比較簡單去講 其實我們去 簡單去講 其實最主要認知的功能就是分幾個部分 一開始我們就是去接收訊息 然後其實好像電腦一樣 我們接收了 接著就去處理 其實我們接收了什麼訊息呢? 去到最後才去到表達的部分 所以其實認知能力 大致是說我們從我們自己的認識 就是我們思考 我們經驗過的東西 再去理解其實身邊有什麼事物 再簡單一點 其實包括哪幾個部分呢? 其實就是包含這六個部分 就是記憶和學習的能力 語言的能力 還有感知和動作的協調 還有執行的能力 還有專注和社交認知 其實這六個又是什麼呢? 如果真的會弱了 譬如我們之後有機會在記憶和學習的能力弱了 會有什麼表現呢? 跟著那個表就會再清晰地講解 其實記憶和學習的能力 如果退化的話 或者是一些我們說的認知功能的衰退 未必一定會去到認知障礙的狀況 但是如果嚴重 其實認知和學習的能力會影響什麼呢? 就是我們說說說話 你會發覺內容會不斷重複 還有 其實有些很簡單的事情 可能我們都要不斷提醒才可以做到的 還有 會忘記了我們一些重要的東西 還有 還有 怎樣 本身打了一些熟悉的東西 我們都會忘記了怎樣去做 其實這個就是我們記憶和學習能力 如果差了 會發生的一些例子 當然其實還有可能其他東西的 譬如可能下去買菜 或者忘記了熄火 買東西忘記了買部分的東西 都是一些很普遍的 我們知道的 其實語言能力去到這一部分 會有什麼問題呢? 如果語言能力差了 對 去到用言語表達自己的時候 會有些困難 譬如 可能我們想想說某些東西 突然怎麼想都想不到那個叫什麼名字 或者去了解別人的語言的時候 就是可能 你會發覺如果認識一些認知障礙症的長者 你跟他說了很多 形容了很多 他都聽不懂 就是 假設語言的能力 他們 推化了 或者去惡化了 情況 去到嚴重的時候 你會看到 這裡都有寫 說話的時候 文化上有錯 其實他可能 本身就是 一個名詞 但他用了動詞 或者他只是 不斷去重複一些很簡單的字眼 所以我們都比較難去理解 這樣很多都是 語言能力 他 弱了 或者再衰退了的時候 出現的狀況 如果 在剛才我說了 其實六個層面 裡面有包含到 認知和動作協調 其實感知和動作協調 這個比較難去理解 其實具體一點 包含什麼呢? 其實就是我們平時的空間距離感 以及我們對視野 就是我們看到裡面的 那些物品的察覺 和辨認 其實就是說什麼呢? 就是譬如我眼角 可能看到很多東西的 但是 如果去到有認知障礙的狀況 其實呢? 可能看到這麼多的東西 我只會專注在其中一項 我最喜歡的 其他其實也看不到的 也接收不到的 那這個狀況 或者呢? 去到再深一點 就是我如何去做一個動作 或者手眼協調的時候 都會有少少困難 所以你見了 下面的例子就是 如果我感知或者動作協調差了 其實會出現什麼狀況 其實就是 可能有很亂的物品 或者很多東西的 我抬頭 我要找一個比較困難 或者呢? 其實那個長者 比較難呢? 去跟一些簡單的指示 不是一些複雜的 可能呢? 你看著天花板 一些很微細的物件 其實他都比較難去跟蹤 或者去到再嚴重一些 其實你給一個蘋果 他繼續跟著畫 都可能會有些困難 就是下面這些簡單的圖案 其實呢? 都可能他跟不上 那就是這三個部分 其實再深一點點 我經常說執行的能力 可能會影響到 其實什麼是一些執行的能力呢? 因為這是英文翻譯過來的 所以我們比較難去理解 其實他在說什麼呢? 其實就是 如果執行能力 有困難的時候 可能他會出現一些 不肯嘗試一些艱難的任務的狀況 但其實就是 他可能 去到某個位置 其實他做不到下去了 他就直接 拒絕了 不繼續做 那這個就是他出現 為什麼他不肯嘗試 或者呢? 他每一次 其實只是做到一件事而已 或者會有什麼問題呢? 就是壓力堅 他的情緒 控制上也會有少少困難 很容易發脾氣 也可能會是執行能力這方面出現了問題 或者去到一些比較日常的職務 或者做決定的時候 其實很多 譬如打電話 買什麼 想買什麼 其實他都決定不了 或者他不斷在思考的過程 但是呢? 就怎樣也實行不了 這個就是 我們見到認知障礙的長者 很多時候去到 下去為什麼總是 臨門一腳都做不到 然後就會 好像又拒絕了跳回頭的一個狀況 那去到 專注能力的問題 如果他有專注能力的問題 會有什麼情況呢? 最簡單 跟剛才的記憶有少少 像的 就是記不到一些新的東西 對了 為什麼呢? 因為呢? 我們要記東西之前 其實呢? 首先我們要專心 好像溫書那樣 我們看著他 在我們未記之前 其實我們要專注在那樣東西上 但是 認知障礙 即是認知功能的退化 連這個能力都沒有了 所以呢? 令到他們記一些新的東西的時候 就比較困難 其實他就未去到記東西 已經不行了 那就是呢? 之前那幾版 你看到其實就是這裡 接收的時候 其實已經未接收到 所以都未跳到下去 處理那個狀況 就已經沒有了 那所以呢? 他同樣都會出現 你看到好像記性不好 但實質上呢? 可能是他專注能力 已經開始出現問題 所以他記不到而已 那還有 其實會有什麼狀況呢? 就是如果專注能力差 就是其實電視機聲音很吵 他就很容易分心了 那其實都已經聽不到你說話了 或者他想事情 以及深算的時候 完全做不到 我們以前可能呢 深算也很厲害的 去買菜 其實一聽別人說多少錢 多少錢我們就算到 要賺多少 但是呢? 發覺 慢慢專注能力弱了的時候 其實用心算越來越困難 可能寫出來就會好很多 其實就是其中專注能力 專弱的一個表徵 去到社交認知的一個功能 其實這個都比較新的 即是社交認知也是一個認知功能的一種 其實在說什麼呢? 就是很簡單 我們去喝 你會不會穿漂亮一點? 我們去喝 其實我們會穿漂亮一點 會打扮得莊重一點 這個就是我們其中一個 我們在社交場合 認知 其實我們在那個場合 是應該做什麼的 應該要去打扮成怎樣的 應該談吐是怎樣的 這個就是很簡單 社交認知的功能 所以我們有時候 都會發覺 認知障礙的長者 或者 以前我們說話 腦退化的長者 他們經常都好像 說話又不太適合 或者又很大聲 其實很多時候 都是社交認知的功能 發生了問題多一點 令到其實他沒有我們 未有認知障礙 正常的長者 就會這麼有儀態 或者知道怎樣去應對人 這六個功能 其實最主要就是我們認知功能的六種 為什麼要說這六樣東西 之後我會再提到的 我講一個簡單的曲線圖 其實每個人 我們從嬰兒到中年 其實都一直我們的認知能力在成長的 根據研究 基本上也就是 但是其實 正常人 去到中年到老年 都會跌的 不過 差在跌多少 所以你看到右手邊 其實正常的腦花 其實我跌很少 都會覺得差跌了一點 去到輕度認知障礙 未跌進去認知障礙 就跌到這個狀況 當跌到最底下這個位置 就是我們經常說的認知障礙 所以其實最主要是察覺 其實推化是正常的 不過其實推化的速度 就有分別了 我們最主要要留意 其實推化的速度有多少 我們會不會已經跌進去 快到輕度認知障礙的位置 所以今天這個講座 今天這個分享 最主要就是講 這個位置如何預防繼續跌下去 所以其實很多你見我之後講的 可能會有一點點心 因為就是 著重擺在預防 我們跌進去輕度認知障礙 或者再跌進去認知障礙的狀況 這裡就和我剛剛講的一樣 其實每個人的認知功能衰退的速度是不同的 因著什麼不同呢? 每個人的健康 當然有些人每個人的教育程度 有些人的教育程度高一些 有些人的教育程度低一些 生活習慣 其實還有一些基因 很多不同的狀況 當然 有研究就會指出 經常動腦 經常想事情就會保持好一點的記憶力 一會我都會講 其實如何為止 經常活動腦 好了 在講 預防的措施之前 又講一下 剛才我講過輕度認知障礙 其實是什麼呢? 剛才一開始 我就說 腦退化症 認知障礙症 就是一樣的 新的就是輕度認知障礙 即是未到認知障礙 但是又 比較正常的長者 這是一個比較深的 什麼叫做一項或以上的 認知能力明顯衰退呢? 其實就是 上面我講的這六個格子 其實呢 認知障礙和輕度認知障礙都一樣 其實 在這六個格子 其中一格 或以上 即是出現我剛才講的這些狀況 就已經是輕到認知障礙或者認知障礙 那他們當中 誰比較輕微 其實最主要就是跳到下面這個位置 就是出現了那六個格子 其中一方面的認知功能衰退 影不影響到你日常的生活呢? 其實如果影響不到的 其實最多都是輕到認知障礙 那當然 其實這個呢 要再深入多一點點 等醫生去診斷 但大致上 都是這個 我們講的 criteria 影響不到 自理能力的 其實呢 基本上都未到認知障礙 不過 如果呢 未影響到認知能力 即自理的能力 但是 認知功能又已經開始衰退呢 那就可能呢 要 響起一點點警號了 所以下面的預防措施呢 就要記住做多一點點了 輕到認知障礙 我有講一下 其實呢 大概會有幾多人 會再惡化呢 其實呢 每年 這個是每年 在輕到認知障礙 每年會有一成至一成半 不是認知 輕到認知障礙 全部人得一成至一成半 會跌下去認知障礙 所以其實呢 如果有輕到認知障礙的長者呢 為什麼要做預防呢 因為呢 每年 都會有一部分的人 再惡化 那相比起呢 一開始 認知功能正常的長者呢 一下子跌下去認知障礙 其實就 高了五至十倍 所以為什麼呢 其實預防呢 這麼重要呢 其實呢 最主要呢 是預防性與治療的 因為呢 如果大家都聽多一些近來的研究呢 你們都會知道 其實 前陣子有新聞 其實認知障礙 開始有些新藥 已經去到很後期的研究了 但是呢 很多的藥 現行 如果你可以吃 還有呢 基本上你接受的治療 其實呢 它對應那個 狀況最有療效呢 就是輕度認知障礙 是的 就是說呢 如果你知道 開始進入輕度認知障礙的時候 去做預防和治療的時間呢 那個效果是最好的 去到後期呢 其實效果會越來越弱 所以為什麼呢 其實很早期 就開始要改善 生活和做預防了 我們要預防 首先就要知道 其實呢 認知障礙 怎樣會有成因 其實哪些人高風險些 其實我有什麼習慣 會容易有認知障礙多一點點 其實呢 就是 大致上有五樣東西 但是其實實質有很多的 概括了五樣 當然 年齡一定是一個因素 因為呢 越來越大年紀 你看到之前那幅圖 其實曲線是會下跌的 其實隨著年紀越來越大 可能 去到某個位置真的會下跌到 輕度認知障礙 或者認知障礙的位置 另外 基因也是不能改變的 年紀和基因 我們控制不到的 那麼 健康的狀態其實指什麼呢 就是三高 高血壓 糖尿病 膽固醇 你一類 還有有沒有吃煙 飲酒 這些呢 就是健康狀態和生活習慣了 這一個呢 是比較大機會去改善的我們後天 所以 所以 我們最主要 壓在生活習慣 都要入手 就可以 去做 我們可以做的事情 去防止 認知障礙症 所以 為什麼剛才 這個 雲就在這裡說 其實不可以完全預防 因為其實它當中牽涉的因素 就包括了你的歲數 基因 和本身 你有些健康狀態已經定不了 因為去到這個年紀 但是 其實如果 一些可改變的危險因素 你改善了 其實都可以減少接近五成的患病機會 這個就是近來的研究去發言 所以為什麼很多時候 現在都會鼓勵 去到中年開始 其實就已經 去過一個比較健康的生活 其實因為研究就發現 在中年開始 就已經 是 進入到 會不會幻想認知障礙的 生活習慣 的影響 剛剛我說的一個 自省攻略 其實這個就是我們今天說的重點 那麼 怎麼去預防 其實有很多 大家在坊間 大家在外面 其實都聽過很多不同的方法 大概概括 我們就會在五個方面去說 第一個 比較寬 就是用腦多些 以及多活動 這個一會兒會詳細講解 第二個就是 其實我們現在的飲食法 如何去調整 去預防 其實會有認知障礙的情況 第三 第四 第五 就是一些 我們平時 去做一些腦部的運動 以及一些 記性 其實都可以練到的 如何可以改善我們的記憶 以及我們環境上 如何可以幫到手 幫我們去記住某些事情 對 以及改善我們現在 有的 認知能力 多用腦 其中最簡單 大家都看到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玩 這個比較困難 那麼 所以 為什麼我剛才說 其實比正常年紀 就是認知功能的長者 認知功能正常的長者 會比較適合 千萬不要 放這個掃讀 給已經有認知障礙的長者去做 基本上我們要看回能力 如果你基本上什麼事都沒有 平時去做掃讀 當然是可以訓練你的腦筋 但是本身如果約了 或者本身你都未玩過 其實是有困難的 未玩過 可以學什麼簡單一點呢 麻雀 我相信大家就比我厲害了 基本上都 這個就比較新一些 我們叫做桌上遊戲 是的 應該很多時候叫 我都聽過叫Molecule 或者叫Rumicule 應該很多人都叫它Molecule 是一些比較新興 用腦的活動 這些呢 其實你看到 其實可能年輕人都會玩的 這些普通的抑制活動 所以這些呢 訓練腦筋的活動 其實就 不只是普通人都 就是年輕人才可以玩的 其實長者玩 就是可以鍛鍊自己 因為學一些新的東西 其中都會幫助你的腦袋去建立一些新的 我們叫做連結 這個比較深一點 不過呢 學新的東西就會對腦筋有幫助多一點 這個呢 就給大家看一看 其實大家平時會做什麼活動多呢 可以在心目中 你自己就 看電視 是不是經常都做的呢 啊 訓練教 或者你是喜歡看書 甚至是寫書 或者去看演唱會 行行行 最新開的畫展 在西九 這樣呢 或者一些藝術展 或者會玩樂器的 唱歌畫畫的 或者是 其實有空也會馬上去穿衣服給孫子 或者回到教會 或者去其他宗教活動 那樣的 你大概在心目中 你會先做哪幾樣 是啦 那之後呢 過一分鐘我就會開 開回古典會這樣說 那呢 近年有個研究 其實就是在幾多年前呢 四十幾年前開始做的 是啦 四五十年前開始做的研究 做到2012年去做的 其實他跟研究做了什麼呢 就是 跟了八百個 三十八至五十四歲的女士 去研究 其實他們 這四十幾年 經常參加什麼活動 去到最後 有哪些人呢 幻想認知障礙症 有哪些人就沒有 去看回 其實 做哪一類的活動 是會對幻想認知障礙症的相關性 會少些呢 其實就發現 中年開始了 因為這是中年 三十八至五十四歲 定期參加一些 跟認知能力相關的活動 這樣呢 就會跟幻想認知障礙症 相關性呢 比較小 那麼 剛才呢 這裡 這堆活動 有哪些是跟認知能力相關的呢 我們可以逐個看一下 看電視呢 就不是的 睡覺呢 當然也不是啦 那麼深水清的朋友都會知道 其實呢 下面這些呢 全部都是 當中研究裡面的活動 我把它翻譯了 再簡單一點的寫出來 那就是你會發覺 其實也很多 其實呢 最簡單就是 你不只是睡覺 看電視 聽收音機其實也是在上面的 就是你不只是 做這一堆不用用挪戶的活動 其實就已經是參與了一些 跟認知能力相關的活動 所以其實呢 都可以想想 其實很簡單的 你只要看書 看報紙 看演唱會 然後看畫 或者 再簡單一點 唱歌 馬上穿衣服 其實都已經可以 是可以 減低你幻想認知障礙的機會 是的 所以 其實培養 跟堅立不同的興趣 是 對幻想 就是減低幻想認知障礙的機會 是會減低多少少的 還有就是要學新東西 以及樂觀 積極 這裏都有說 其實社交 其實你會見到 剛才 都說到 其實是上教會 其實上教會 都是坐在這裏 可能是上教會坐在這裏 沒什麼特別 其實其中一件就是 因為你看到其他人 很多社交的狀況 所以 你其實見到朋友 跟朋友不斷聊天 你的腦袋 就不可能 不斷動的 其實你下去 酒樓跟人聊天 都是一樣的 所以 社交是其中一個 我們很重要的活動 這個 剛才就說了 其實就不止 剛才的興趣 如果你喜歡 煮食 玩音樂 那 都可以繼續做你的興趣 再加上 去發掘一些新的興趣 如果這些你都不喜歡 盡量都找一樣 你起碼覺得有興趣 會經常想去做 就不好 其實經常都很喜歡看電視 所以我就坐在這裏看電視 其實就不健康 看電視就不當是興趣 記住 就要有其他用到腦袋的活動 剛才就說一些我們學習多 以及活動居多的東西 接著就去到吃東西 每天都要做 這個 吃什麼會有幫助 大家可以看看這個 跟我們平時不同的金字塔 這個就是近這十幾年 其實近十幾年了 地中海飲食 的一個金字塔 再近年少許就會出更多了其他進化版 我們看看基本版 其實 基本 跟我們 本身的食物金字塔 最底層也差不多 其實 每天吃的就是一些菊類 水果 蔬菜 其實它裡面為什麼會有這個金字塔出現呢? 其實就是以前做 過去十幾年 做了很多研究 之後就發覺 為什麼地中海 那類人士 就是住在那邊的人士 幻想認知障礙的機率比較低 所以最後就發覺 其實原來他們的飲食習慣 對腦袋是有幫助的 所以就會出了一個叫做地中海飲食的東西 所以 最底底這一層 水果 蔬菜 菊類 其實都是最應該經常吃的 跟我們平時講過一樣的 還有其中一個就是 用全麥的菊麥 代替精製的菊麥 其實精製是什麼呢? 很簡單 就是一些公仔麵 就是一些處理過的 的 碳水化合物 最簡單就是 另外就是 吃堅果 種子 和橄欖 所以其實其中一個很多吃的 都是橄欖油 是一個主要的食用油 去到第二層 其實就會比較特別 你見 為什麼海鮮放在第二層呢? 就是 這個也是地中海飲食其中一個 比較經常吃的 就是一些魚類和海鮮 我滾到下面 再去講 我會逐層去介紹 為什麼呢? 其實也有多一點解釋 為什麼這一層是經常吃的呢? 其實因為 這一層的食物 就是蔬菜 水果 最主要其實都包含這裡的一些營養 就是一些維他命 B B6 B12 其實B雜 就是維他命 去保護認知能 因為其實這些維他命 其實對我們的神經線 和神經細胞 的組成 是很相關的 所以為什麼這一類 會可以天天吃呢? 以及建議經常吃呢? 以及 就是這一類的食物 其實含有豐富的抗氧化劑 它本身已經是有很豐富的抗氧化 所以也是保護老細胞 避免它 有一些油膩子的傷害 其實就是避免神經細胞的傷害 最簡單的 詮釋 還有 它還有一些 乳類 其實最主要就是 不飽和脂肪酸 其實大家經常聽過 乳類在上面 這個也是不飽和脂肪酸 保護一些發炎 還有 血管健康 這個其實在海鮮也會有 不過海鮮最主要就是乳類 乳類就在這裡 其實不飽和脂肪酸 就是Omega3 很多時候 其實這個是在乳類比較多 大家經常聽的三文魚 也會有 還有這些 沙甸魚、雪魚、青魚 但是 沙甸魚不是罐頭那些 記住 其實最主要都是新鮮的魚類 這幾樣 就不是吃罐頭的沙甸魚 因為 罐頭那些醃製的東西 稍後會再提到 放在上面 其實這裡說的是 建議最少吃兩次 以乳類 和海鮮為主食 那麼 這個有一點跟我們本身的 食物健康金字塔 有些不同 是你會看到有些甲殼類 在這裡 有一個是要再提醒 因為 很多 市長者會有痛風 以及會有其他高膽固醇的情況 所以 乳類為主食 是會比較好的 如果對於你本身有痛風 或者有高膽固醇 因為其實這個 金字塔地中海飲食 其實最主要是講 認知障礙的預防 但是 如果你有高膽固醇 或者你有痛風 對甲殼類的海鮮 其實就不建議吃這麼多 記住 所以 平時 應該吃什麼好呢? 這裡就會看到 小肉 多吃 魚 這些海鮮 油 用什麼油 就用橄欖油 薯片 誰的金字塔都不要吃這麼多 變相吃什麼呢? 剛才有說的 堅果 還有一些水果 飯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會繼續有很多飯 就是一些糙米 好過吃白米 大家近年都會聽很多健康的講座 或者食物的健康都知道 其實 如果白飯始終很咬 就多拌一些紅米 草米 放入白飯 讓分量 慢慢提升 你就會多習慣 多吃一點 原來剛才說的營養 一些預防認知障礙要吃什麼 就說 其實做運動 是做什麼運動呢? 再之前就說了一些活動 就是做什麼活動 其實做運動 就不只是說老步的運動 其實大洋運動也很重要 因為 也是近年的 研究多一些 其實大洋的運動 其實是可以有效改善記憶 以及思考的速度 大洋運動的意思是什麼呢? 對於你的年紀 其實最簡單就是對於你的年紀 來說 可以提升到你的心跳 去到一定的水平 因為每個歲數是不同的 要記住 那麼 然後 維持 大概15至20分鐘 才叫做大洋 因為其實15分鐘以內的運動 其實 都不會 繼續大洋運動 因為大洋運動是需要持續性 所以你看 可能巨啞鈴 在健身房間 去做一些負重的運動 就不計大洋運動 所以呢 大洋運動其實很重要 我們打乒乓球 打羽毛球 旁邊你看這些 或者不需要這麼辛苦 我們簡單去逛逛 你覺得已經 對你的心臟有負擔 那就已經算是大洋運動 還有 其實 來過我們中心都會知道 其實我們都是健腦操的 其實除了大洋運動 其實有一些另外的健腦操 就可以幫助去刺激你的腦袋 以及減低負面情緒 詳細呢 可以去我們的Youtube 這裡有個QR號 大家可以進入 或者去Youtube搜尋 都會直接搜尋到的健腦手指粗 和健腦白色 那我們就直接去到記憶 一些記憶的攻略 如何去改善記憶力 其實 好像小朋友去溫習 其實記憶力是可以練到的 如何練呢? 首先就是避免了一心多用 還有 盡量簡單化步驟 這兩樣都很重要 因為其實 年紀慢慢大 其實記憶力的確會減弱 我們如何幫助我們已經減弱了的記憶力 去學習和寄一些新的東西 簡單化就變成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所以簡單化的意思是 就是我們將可能十個步驟的東西 我們首先記了兩個步驟 可能太極有很多顏色 不需要想著一次過記完 因為可能 大家都會記住 我年輕的時候 或者我十年前一次過記 十顏色都可以 其實 因為年紀大了是做不到的 所以可能每次 我們斬件地記 記得一顏還是一顏 就是慢慢循序漸進 是會記得一顏 只不過 用的時間 會比年輕的時候 多多少少少 額運用記憶法去記憶 其實也有一些方法 那麼 大致上 會有哪幾樣呢? 其實大家 第一樣應該都很清楚的了 分類法 是些什麼來的呢? 其實就是 是分緩別類 將些東西 譬如 下面有說 生果類 我記 譬如有六樣東西 蘋果橙香蕉 三副鞋 我們應該怎麼記呢? 就將它分兩樣 一邊是生果類 一邊是衣物類 整理完 再去記 平時日常生活 其實有怎樣可以用到呢? 就是去 譬如你是出門口的時間 其實呢 我們每天都有很多東西要拿的 其實呢 有很多東西要記的 有些就是要記錄 當然 你可以寫下 就是一個清單 放在門口貼在這裡 你一出門口就看不到了 如果除了清單以外 其實你有什麼可以用到呢? 就是 分類 譬如 我要拿鎖匙、銀包、電話 的話 他們鎖匙、銀包、電話 你可以歸類為 日常的必需品 就是有什麼呢? 有鎖匙、銀包、電話 所以近期就加了口罩 這也是必需品 因為已經 有一點點不同了 類別 已經進入了必需品這一類 最簡單的分門別類的方法 但是呢 這個分類法呢 有它的限制 因為它始終有些東西分不來 或者有些灰色位 我們會混亂的 所以 其實我們 你看 我也講了三樣的方法 還有什麼 怎樣記錄呢? 還有什麼好用的方法呢? 有一個就是 我們講的心象記憶 好像很帥氣 好像連武功秘笈一樣 其實是很簡單的 譬如 你看著 下面那兩個字 你看完 我等一下會展示兩個字出來 你試一下看完 在心裡面 記住那樣東西的圖案 這個就是心象記憶法 我現在展示出來 我讀也不讀了 讓你自己讀 你看完 你應該腦袋就會馬上出現一個圖案 再看完第二個字 再出現第二個圖案 大概在腦袋裡 你記一下這個畫面 然後 然後 還是一會兒再問你 你就會大概知道 第三個記憶法 剛才那個我就不說了 因為一會兒再問 第三個記憶法 就是一些關聯的記憶法 跟第一樣有一點點像的 其實就是把一些接近 或者類似的東西 做一個聯想 跟分類法有一點點像 但又不完全一樣 例如 其實你可以 很簡單作個故事 這是其中一個 去串連你想記的東西 這個比較考想像力 就是一個我們簡單一點的關聯記憶法 為什麼會有這個記憶法呢? 就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如果你去 我馬上問一件 你記得最近你 病得很重的一個經歷 你就很快可以聯想到 其實是什麼 其實這個就是運用了 我們腦袋的其中一個聯想力 就是我提起一件事 其實你很快的腦袋已經 連結了 去你最印象深刻的東西 其實這個就是我們那個 關聯記憶法的基本 當然啦 所有事情去到我第一版 其實是要嘗試重複練習 再用才行 因為其實我就這麼說 你是不會一次過就學會了 是的 好 我們下去環境攻略了 大家記不記得剛才我說的 心象記憶法那兩個圖案 或者兩個字 我都不特別開估的 如果你記得的話 就可以在一個 檢查室那裡打字 或者你的語音輸入 都可以的 我會看到的 我看到的時候 再跟大家說一下 記得對不對 那我繼續說下去 那 咦? 有些人已經寫了出來 計算你先開鼓了 是的 我都沒有 我都沒有停了這個書寫的功能 是的 就是這個蘋果和火車 我怎麼可以拆回去呢? 你幫我拆回去 你寫得出來就 等一下 我怎麼可以拆回去呢? 好 那麼 然後呢 就是這個 環境的攻略了 剛剛我說的很多都是一些 我們可以怎麼做 我們可以怎麼練 謝謝 詹尼法 這樣的事情 其實在環境上面 其實我們都可以做一些改善的 很久了 即是我們幾年前都 有一個問卷調查發現 其實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 這個電磁爐是可以幫助大家的 是的 因為大家都試過 即是很多長者都試過 不記得關火 很多人都知道 電磁爐是幫助的 但是仍然很多人 都是不太想轉的 因為其實電磁爐有沒有那麼好火候 有沒有那麼好火候 那麼 這個電磁爐是其中一個例子 我都可以說 是一些環境呢 上可以改變的事情 去幫到大家 去 譬如 記住自己要關火 因為 我相信 長者會多一點點 因為年輕人又不太熬湯 長者經常都熬湯 所以長者就會熬湯 忘記關火就會變成 可能很容易發生 電磁爐始終是有好處的 譬如你煮幾個小時 你要按幾個小時 他自己懂 所以 我們很多時候 我都會去建議 其實轉電磁爐是真的好一點的 因為 對長者不同的狀況 譬如你出街 你去熬湯 煮不同的東西 都其實是很大的幫助 因為 有時候你真的會忘記 或者他有過熱 自己會熬的情況 是的 平時那些 食油氣 或者煤氣爐 就 基本上是沒有的 這個功能 另外 就是 我們除了 剛才說 我們煮食 平時 其實如果我想提醒自己 要帶些什麼出街 以及要認識什麼 可以不用這麼大張 不過 都可以很簡單 寫著那個 我們說的密碼紙 或者一張大一點的檢查 list 放在門口 貼在這裡 等我們出門口的時候 知道我們要帶什麼 我們都要認識什麼 我們檢查完才出去 以及最基本的日曆 這個 都可以幫到大家記 其實日曆 要幫到什麼 或者月曆 其實就是寫下 你要去複診的時間 在月曆上 那麼 日曆 譬如這個 你每天都撕 就確定你一定會記得那天的日子 是的 所有這些生活程序的輔助工具 其實都可以幫到手 另外 一些新的就是 譬如大家吃藥 會不會有一個電話的鬧鐘呢? 或者其實你的藥盒自己就有一個鬧鐘呢? 或者到時到後就會倒一些藥出來 這幾樣在藥盒上最主要 因為基本上大部分的長者 其實極大部分 都要按時吃不同的藥物 那麼 很多時候很容易會混亂吃什麼藥物 所以你看一些智能的藥盒 或者有一個鬧鐘的提示 那就可以提到你其實 大概幾多點去吃什麼藥物 去到一些新一點的科技 就是 以前我們就會用電話簿 寫下的電話簿 現在我們寄孫仔 或者其他兒子的電話 可以用一些智能手機裡面的我們叫做聯絡人 那就記住輸入不同的電話 或者是一些新一些的舊式電話 因為這個電話其實剛剛出的 是的,大家看到它這樣的樣子 我不是用Loki 3310出來的 其實最新出的這些是 是給比較大年紀的長者去用的 其實裡面就會 都是用Android的 都是智能手機來的 其實它可以上網的 用到WhatsApp的 是的,但是它有一些簡單的 記憶功能 就是你一按按鈕 然後就可以去到那個電話 這個就更簡單一點了 直接不用找一個聯絡人 這些都可以有效去幫助 其實如果你發覺自己的記憶 開始有些減弱的時候 是可以用一些提示式的東西 去幫助你 是的 那下面這個就再新一點 就是如果真的不見東西 經常都 或者你發覺會比較容易不見 就是這個 蘋果也有推出 Samsung也有推出 就是你貼這東西進去 你想找的東西那裡 有機會不見的東西那裡 按按鈕 你就會找到它在哪裡 它就不是發聲的 其實它是用一個定位的功能 在你的手機上定位 比較新一點 這個就 再簡單一點 就不是一個科技式的東西 就是我們平時家居的設計 就是一些櫃 如果我們要看看 其實裡面有些常用的東西 我們都建議用玻璃的櫃門 就是透明的櫃門 放一些常用 以及不需要打開才慢慢找出來的東西 例如一些衣物 或者是廚房一些常用的 刀刀叉叉 碗、鍋、鍋、鍋 那些不同的物品 再多一點 就是再擔心自己真的忘記 再加多一個標籤 基本上就說無藥室 這些都是一些環境提示的東西 其實 再不同一點 就是 你看一下左邊的家 究竟 你看一個這麼亂的家 你找不找到你想找的東西 其實 你看右邊的就知道了 其實我們為什麼經常建議收拾房子 你才可以更容易找到 除了容易跌倒之外 其實就是一個整結的家 你桌面有什麼 其實你一看就看到了 因為你已經放在相應的位置 一個比較混亂的桌面 其實你想找的東西 因為一來沒有躲 二來其實它沒有放在相應的位置 其實你就會左抄右抄 所以為什麼 其實整結 都已經可以立即幫到你去找你想找的物件 或者你想做的事 就是這個原因 到最後 就是一些 現在大家可能在家裡也會有的 一個放常用物品的位置 其實可能鑰匙、銀包、手機 什麼時候都可以放在那裡 第二天起床也是在那裡拿出門口 這個位置 是可以方便到你去每一次放在那裡 找東西都在那裡找 你不需要經常都忘記放在那裡 大致上這些就是簡單的貼士 當然 當然 我們 再多一點 你看到我們中心 遲些 現在就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暫時還沒有開放 其實我們會有一個 自由善家居的探資館 其實裡面會有些更深入 其實我們家居的環境應該 如何去設計 去迎合 其實未必是認知障礙的 可能一些比較輕度的狀況 可以如何去調節家庭呢 剛剛也有一個獎項 是 我們這個 認知障礙 這個自由善家居探資館 拿了的一個獎項 大家也可以在之後疫情好些 有參觀的時間 我們除了探資館 其實中心也有不同的團 大家可以按住大家的興趣 在網上看到我們按時會開放這些團 大致上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我交時間給Jennifer 謝謝葉先生 非常詳細 特別講解 今天我們講的是大陸主題 這件事 也會針對家居環境方面 如何可以走到認知障礙朋友的需要 去減低他們的混亂 或者希望他們提高生活質素的策略 可以嗎